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公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主攻啊 选择了非主流里边的布置 选出来的话,就是想找配合 定判香香,定判灵桶,红德一,红德二 对不对啊?不光是定判有配合 红德本身也有配合 看一下这一局怎么样 讲,他选择了给这个清简有配合的 那么咱们如果说你敢的话 你就是没有这个无中 你等一会儿弃牌再红德,他就有两张了 有两张的话,等一会儿他如果把这两张给你 你就可以再一次触发这个红德 所以说他给你三,你再给他一 你俩之间的牌就刷上来了 可以保持回合外四血 弃牌 注意啊,他清简环牌的时机 这个得说一下啊 他清简环牌的时机是一名角色的回合结束后 啥意思呢? 已经我们的回合都结束了啊 所以这个牌肯定是不用弃的 你弃牌阶段早就过了 注意这个由于新版本,读老版本的录像 会导致主攻的体力上限显示不全啊 你只需要记住我们肯定是四体力上限 但是这个我们是三血还是四血 你自己去记,我就不告诉你了 不在我告诉的范围内啊 哪个敢动? 现在你瞬间就知道我们是两血了 小一分就很准,大一等一三就不准 这个没办法啊 这个时代在更新,在演变 我们也只能这样久了 他这个地方忙着了一下大桥啊 然后又夹火攻了一下墩子 不管怎么样啊 反正挺猥琐的 如果说香香是自己人的话 我们还是情愿哪一天他觉醒了以后 我们去跟那个萧姬进行一个配合 哪个人逗我? 好多专门 哎,我去 你个鬼娃子 又三下红又补我们的牌 我只能说我们按 我只能说我们按那个后来的决定 给你先标个中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咱们就只能是吧 香香如果说是忠诚的话 注意 你给我们牌有红德的 怎么的都比单给你要强 对不对 所以香香来讲 就不要把他当好人了啊 内奸也不要了 说白了 富一马过来 咱们进行一波偷偷偷 大业啊 偷偷偷的大业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决斗 怎么比得上棋啊 没有决斗 没有火攻 那么再杀一下能死吗 应该能死吧 啊 闲断了 你想要的火攻 火攻 怎么比得上 而我去 这个决定不动 那么 从孙者生 这个地方啊 咱们该闹闹 打得死 过一张杀 打得死就打死 打不死 直接开桃源也没事 直接开桃源 然后咱们还可以触发一个红德 触发一个清茧 又是回合外 是吧 插血 过牌 配合 红德 这比咱们并爱配合的少 但是红德的配合 绝对是让你看了一个真真切切 对不对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大红德 大清茧 咱们带两个大 并且还带这么多装备 到时候 这就是我们过牌的依据 或者说是击杀敌人的依据 你可以进 可以击杀敌人 推 可以过牌 还有可以为所防御 都可以的啊 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杀啊 按理想 香香是最像内奸的 但是咱们不管 这杀应该是主中方的 都打死不就得了吗 你说你咋这么牛逼的 我就是这么牛逼 咋的吧 对不对 你看一下你们什么鬼状态嘛 对不对 你自己说你们 你们反类什么状态 我还管你谁是反 谁是类 肯定全打死 我是大爷 我说了算 对不对 好的 又可以配合红德了 来 扒回来 我去 两个给他了 其实啊 应该来讲是按牌准的 争取是按他的质量 他的需求给的 要不然的话 怎么的也得配合一个 所谓的 注意啊 这个地方 刚刚他这个清茧 没有立即给我们 他清茧给我们的时候 第一次给过以后 已经过了那个节点了 是他给过清茧以后啊 又获得了牌 那已经过了那个节点了 他第一次清茧给我们牌的时候 已经是他的回合结束后了 他的回合已经结束了 第一次给我们清茧的时候 回合已经结束了 回合结束后 他又重新获得了牌 那这个时候要什么时候去获得这个牌来清茧呢 那就只能再等到某人的回合结束啊 是这样的 这个情况用的非常少 就回合结束后 清茧发出去的 立马又获得牌 就是我们 是吧 其他时候用的比较少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局这个配合 绝对是非常牛逼的啊 就不说非常牛逼 反正就是你看到 他发挥是非常的好的 最后白银来了啊 讲到底白银来得有点晚 最后来白银的时候 反对只有一个 只能定判一次了 如果白银来得着啊 他会更闹 浪三天都有可能 所以上一局发挥是不错的啊 一语表扬 那么这一局 我们是一个大忠诚 一般来讲 司马朗给人一反质的形象 但是 他这个地方选了司马朗 是要图配合呢 还是要怎么的 咱们可以思考一下 按理讲 跟曹瑞是有配合的 曹瑞经常的明鉴 他的手牌为您 手牌为您的话 就可以触发骏兵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啊 注意他的体力上线是四 掉了一滴血 一个灰度 现在又是四体力上线四血了 就得记 之前说过了 主攻的体力上线显示问题 咱们得记 鬼功 怎么比得上 他发现了啊 如果说我们当反贼的话 四手镇兵 决定权被朝银掌控 所以他认为 我就把你当成一个军臣 忙你一下 小小的忙一下 再一下下一分就可以稳定的忙我们了啊 我们也不要说马车出什么不敢挂出来或者说连鲁不挂之类的 别想那么多了 好汉不思眼前亏 你先把那个 每个呢 先把那个军兵都打出来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挂上你就可以军兵了 对不对 你马车也不是什么值得搞的 你哪一天拿出来以后啊 这个马车早晚被刘峰发掉 当然这个时候他估计可能要先扒连鲁 因为连鲁对于刘峰还是有克制的 你敢不扒连鲁我相信就给你消购了啊 反正对的话你已经被他赶紧的 军兵 军兵这就稳定的过牌了 就是我们说的 你如果当反贼的话决定权在朝银 所以说也很扯淡当忠臣那就是配合 好了那么过河踹墙 那么直接砍人 然后马车运出去 再来一个军民 你流风的话 如果要扒掉马车 你去扒呗 你可闪得过军兵 我闪不过 我需要洗衣机 我前天这么多汗湿的衣服 那门不需要洗衣机 我不闪洗衣机 那就拉肉来藏 对不对 朝内他无路可走就拉肉来藏了 可听过将军迷茂 这个地方啊 注意内奸已经跳了 但是呢 我们该怼谁怼谁 目前来讲活得还挺滋润的 毕竟是跟子宫有稳定的配合 你要说反对来输出我们吗 反对有输出这样吗 那绝对有 有输出有控场 你看黄盖就是一个典型 结果他光盖大量的力气打朝银 就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 他打朝银力不从心 那么我们就可以 对不对 想办法怼一怼流风或者什么之类的 过河踹桥 踹掉了 酒杀我们 我们可以回血了 友情提醒一下 我们可以回血了 那么 这不就妥了吗 舍不得用红牌了 要用红牌来回血的 决斗也要打出去的 这样一来的话 他能死吗 能死就好了 捡人 略禁连伯 什么情况 你不要跟我说你弃了两张牌 只命朝银回血了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可能是守财了 或者说五秒房 不是自己真实的表达 注意啊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弃急 出门就在限一次 若你已受伤 弃直 擦张牌 也就是说你只要受的是两点血 你必须弃两牌 但是你选人回血的时候 可以自多两人 啥意思啊 可以两人 可以一人 但是你必须弃两牌 就是我们刚刚那种情况啊 肯定是守财了 应该是守财了 但是我们稳定过牌 把它搞下来 也谢谢刘峰 给我们掉血 但是又不打死我们 前提是你可以给我们掉血 但是你不能打死我们啊 这就很好了 只掉血不打死 我们就稳定的恢复了 有些时候反对 你激活主宫尴尬打不下来 但是主宫可能多少都有点状态受伤 那这个时候 我们毒血不就很强势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局的话 咱们争取 除了稳定的军兵给打出来 咱们把那个回血也给他打出来 这是你们最后的声音 有负 恭敬 宝托 例如这一波动作挺大的 其实我们上一波动作也挺大的 基本上就建立一定的优势了 当然内奸在帮他们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们上一波建立稳定的优势了以后 例如再次把局势打乱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啊 现在有一定的危险 这就我们血缠了 对不对 哎呀这下方官也是强行给啊 不要自己的死活 赶紧给我们了 对 只要忠臣还在 你主宫哪怕最后用心声 都还有保命的底牌 但是不能把忠臣打没了啊 这忠臣是有稳定的恢复 有稳定的过牌 你既然是朝外主宫 那我们军兵就是稳定的过牌 对不对 把稳定打出来 然后对着稳定的恢复也打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保住我们 是有重大的异计的 你可反得过随机 那么注意啊 其实不是三个反贼 你一定要明确 像那种 像一直想自主攻你死定的 像那种就有点像反贼 像马川这种 是吧 打这种忠臣呢 应该就有点像内奸 所以说这个时候局势再一次简化 并且归于平静 这个时候我们就搞我们的过牌 搞我们的回血 我们不一定能输出多少反费了 先稳一稳 看内奸的话给不给面子 但是讲 讲道理 现在内奸的急火对象是忠臣啊 这个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他把我们打死了以后也是主力反反了 但是我们本身就做不到什么 先把 哎呀我去 百年新生 里面有你 不由监 再一次出现危机 本身打得挺稳的 突然就出现一个菊花刀 这鬼瓦子 挑衅你家菊花刀啊 他挑衅你 朝瑞当然可以出杀 但是出杀以后你搞不死夏侯 罢 搞不死他就意味着什么 搞不死他 他有杀就报你的菊花 如果说甚至他有多张杀 还能多报 黄狗小二可听过将军名号 呵 守时报 还行 不用被继续抱几句话了 但是没牌了啊 没牌了 还好那没什么输出牌了 但是 只要我们一旦开启回合 那就是稳定的恢复 稳定的过牌 所以说这局 这个将选的铁定不亏 赚到了 用到了就是赚到了 对不对 真正把军赚到了 牌也过到了 鞋也回了 敌人也打死了 你敢说有敌人不是你打死的 黄盖难道是天然死亡的 刘峰是天然死亡的 即使不管说最后被谁打死的 肯定是我们推波助澜的 所以说银身在世啊 能怎么样就怎么样 哎还不给夏侯爸拿个桃 自己拿个桃 你还不如你拿个杀 让夏侯爸拿个桃 这个时候内反的话 得该那样就那样了 是吧 你不拿杀你又打酱油 他一根尖的去打主攻 你呢 你想办法打我们 你怎么能够拿杀的 是吧 来康派 春秋回血 得将何以守国 作和拆桥 这就是马车 哎呦我去 这就是典型的吓死本宝宝了 这个只是吓死 但是没有真正的死 这就给我们一喘息的机会了 酒上不是轮轮有 今年去了你家 明年你就别想有 对不对 哎呀真的是吓死了 真的是吓死了 典型的吓死了 好了 他死了以后 你看银王盾也是我们的了 啥都是我们的了 你就没有资本了 对不对 你还能干啥 你还能再出一个酒 还是红杀 你觉得我信吗 你可闪得过 我闪不过这个洗衣机 我不闪 我要用洗衣机 我不闪这个洗衣机 对不对 回血来了 回血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太苦咒了 他人少了 他能报死则已 如果一报不死 他会人少 我们又稳定的过牌 又稳定的回血 敌人就会感觉很难受 很难受 很难受 打的就是你们难受 说不好听的话 所以说 如果说你觉得视频短 不够看 记得关注一下 坤姐的直播 下方红色字幕 赞期TV的直播 搜索主播昵称 湖北张坤2017 或者直接访问直播间地址 赞期点TV 赞期点TV 赞 SB张坤 好的 谢谢 大家